其實你可能在一個公司 在一個公司待久了 尤其是私利越來越深的時候 你就是會有個特質 就是難商量 臉上就寫了難商量三個字 對 怎麼辦呢 來 請看 請看 這感覺真的很有氣勢 有符合我們的主題對不對 是不是繼承了一大筆遺產之後 還有張冠豐司之類的 你現在已經不是主管 你直接晉升夫人了 你就是總裁夫人 總裁夫人 總裁夫人 一夕之間 夫人升官 她雖然是貴為總裁夫人 但是又不失她那專業的性質 然後重點是還符合 我們今天主題有一點先氣 我講就是說剛剛玉琳穿得全身黑 固然很得體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 她有點嚴肅 嚴肅會給人家那種感覺 就不是先氣 對 因為我們講先氣 為什麼要成為有一點點 先氣的感覺 就是她那種距離感 是讓所有的部署或同事 都會帶有一種憧憬 然後很渴望跟她搭上話 對 所以那個距離感跟黑色嚴肅 然後夠狼丸的距離感 是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我接受各位的奉承 對不對 就是大家想要找話題 跟我聊的那意思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講就是說 如果你主管 中高階級的這些OL 你要打扮出先氣 但是又不失專業的態度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 基本上OL在職場 黑白灰是最安全的 對 可是我們通常在想這件事的時候 比方說西裝外套 對 我覺得10個男生 10個9個女生 男生都一樣 黑的 都是想到黑色 對 黑色就是給人家覺得比較嚴肅 特別是現在因為換季的關係 我覺得白色的西裝外套 或者是以白色為基底 其實它這個概念 會給人家覺得更有氣質 更清新 但是也不失專業 所以給玉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她上半身包括襯衫 包括西裝外套 包括公式包跟鞋子 其實都是以白色為主要的顏色 對 然後褲子的部分 或其他勾勒的飾邊 才會用黑色去做穿搭 那上半身其實 我給玉琴選的這個 有點黑色飾邊的條紋的這個襯衫 其實它是比較偏 有一點點軟質的 我建議女生 其實在夏天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軟質或斷面 或者絲質或有光澤感的這種襯衫 看起來就會滿高雅的 比較柔美一點 對 柔美高雅 然後那個距離感不會那麼的強 那下半身的部分 因為我們講鮮氣 除了顏色可以選擇比較淡雅的以外 就是那個飄逸感還是要存在 所以我覺得玉琴我可以給它選擇一些 比方說寬褲 它走路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種飄逸的味道 那個飄逸是帶有 對 可是是帶有那種專業度的 剛剛它原本穿的是窄裙 窄裙的話雖然性感 可是給人家感覺就是不好商量 對 沒有什麼好商量的 所以我給它一個寬褲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寬褲 今年你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有高腰的設計 然後我們不是講 從去年開始 馬甲或者是這個腰鋒回來了嗎 對 你可以選擇這樣子 一個拼接剪裁的 然後下面有一些 帶有這種流出的感覺 它就會帶有一種飄逸感 女生的柔美感會存在 那底下的部分選擇 既然是辦公室 我建議還是包鞋 還是不要露指頭 對 比較高雅一點點 所以這個包鞋 你還是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屬於幾何圖騰的 然後今年你看 連這個來自義大利米蘭仙界的包包 都是有這個白色的 白色的方包為主 然後再配上玉琴 也是帶一個比較大的 對 比較大的這個框形 因為玉琴本身的臉 當然是屬於瓜子臉 所以它基本上圓形 方形 貓眼都OK 可是選擇貓眼的時候 有時候會太過於強勢 所以我給它選擇一個 比較圓形的鏡框 再去柔和它本身的那種 線條 畢竟金融界紫外線比較大 對 更靠近 更靠近紫外線 那今年其實 今年其實有很多包款 都是屬於極簡 但是 仙界可以用 仙界可以用 比方說 如果你喜歡義大利仙界的 你可以選擇這個 這個上面它的肩背帶 是卯丁 配上比較重的紅色 可是大部分的面積 在職場裡面看到 都是比較安全的黑色 或者是這個 今年很流行這種復古的包包 你看它這個 很可愛 前面的這個肩背帶 延伸的一個綁帶 是做出有點仿舊的感覺 後面這些 其實今天帶來很多 那種仲仙御用的服裝 給大家看一下 比方說 單品 如果你換掉 你可以換上一個 很好看 對 今年荷葉邊的剪裁 非常的流行 你可以選擇一些 可能它是不對稱感 因為如果兩邊都這麼大的荷葉邊 那太誇張了 而且在辦公室 可能人家會覺得你在幹嘛 有事嗎 可是我選擇一些 可能一邊不對稱 然後在這個地方 它只做一邊 故意的 然後這個地方還做反折 不要以為說它鋪不夠 它是刻意的 對 然後這個反折 除了做一個裝飾感以外 它還有一個好處 遮小腹 遮小腹 對 所以有時候主管做 太需要 做位置做太久了 會有小腹的問題 對 或者是說 如果要很鮮 有一點女人味 宅群 可以換成 比較飄逸的A姿勢 這好看 好可愛 這個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對 也適合主管 也高雅 但是又會變得 比較柔美的感覺 或者是說 西裝外套 比方說玉琴 你可以把身上這個 這個拿下來 對 偷下來 換上像這樣子 這個放冷氣 這個 今年其實那種 拿破崙風的軍外套 或者是混到那種 小巷外套的剪裁 有 其實又回來了 也是披著就好了嗎 沒有 你可以穿起來 對 我跟大家再講一個 拿破崙外套 就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西裝外套 適合披 或者是什麼樣的比較 不是那麼適合披 這個比較小件 對 新美姐講的是最重要的點 就是說 如果這個外套本身 比較合身版 比較fit 它不是很適合披 但是這個外套 如果本身比較寬一點 over size 或者是有一點點落件 它就可以披 所以如果你窄的外套 披上去 會有一點像是 好笑 好笑 好像你感冒的 不是你有氣勢 但是剛剛好 對 這是剛剛好 所以這比較適合穿起來 好的 主管不一定只能穿黑色套裝 利用黑白色系搭配 換上軟質襯衫跟寬褲 穿液度不減 卻多了股柔美 更好親近了